好,各位小朋友早安 早安 今天我們要聽話 上次記不記得摩西 他已經給我們拜拜了 這位跟優侯華唯一面對面的 也是優侯華的參加為朋友的 他雖然要分布還是出水 他卻用打的 他不能多記迦南帝 他的心裡知道不犯罪 Sorry,優侯華對不起 他知道他的錯 但是不會影響到他的救恩 不會影響到他在天堂 將來我們去天堂的時候 我們可以跟摩西說哪走見面 所以我們的優侯華的神是聯名的神 也是公義的神 今天來看看接放的是約束雅 今天我們要來聽的故事喔 是神如何與摩西同在 是給他神的力量 今天我們也要看見神 一樣也跟約束雅同在 今天我們要聽的是第四十七課喔 第四十七課是過約戰盒 今天我們的經文是記在 約束雅記的三章一到十七節 還有四章的一到二十四節 我先來讀給小朋友聽 這時候呢 哇 約束雅他帶去摩西爾 他們現在要有一個任務 他們到了一個地方 這時候清早的時候 約束雅記來 跟以色列的眾人 他們離開一個地方 他們離開了十亭 他們就來到了約旦河 哇 這個約束河在他們的面前 他們先住在約束河的前面的屍體 然後他們等候要過河 這時候他們在等著要過約束河的時候 他們在那三天 在那三天的時候 開始有任務來囉 這時候他們的館長 就開始走遍這個 他們住的營障的裡面 他們就到處的走 要這些以色列的 比較領袖的這些館長 把每一個他們在住的地方走遍 那這時候呢 約束雅他就跟百姓說 你們看見耶和華你們神的約會 又看見祭司 另外人排著這個約會的時候 你們就要離開我們現在住的這個營中 然後你們就要跟著這個約會去 可是喔 耶穌亞說你們跟約會呢 要有距離要量一量 要兩千週耶 哇這個是首週 這個兩千週 一週兩週三週四週五週 哇要量兩千週耶 這個兩千週的地方 表示說我們跟這個約會 要很有禮貌 要尊敬約會 而且也要可以看得到 如果很近的話 後面的以色列的人 他們沒有辦法看到 所以也是有一個敬畏的心 然後也是眼睛 要沒有看得到 因為會眾 很多的會眾要跟隨這個約會 所以不可以太靠近 約會 耶穌亞告訴以色列人說 這一條路 用過約戰河的這一條路 你們從來沒有走過這條路喔 耶穌亞就跟不百姓說 好 現在我們開始去自節 什麼叫自節呢 節就是把自己的身體洗乾淨 衣服洗乾淨 家裡什麼通通要洗乾淨 這個叫自節 自就是自己 節就是清潔的 因為約書亞說 明天耶穌華必在你們中間行奇妙的大事 這時候呢 約書亞又跟 吩咐祭司 祭司就是台耶穌華約會的祭司 約書亞不只跟百姓說話喔 約書亞還跟台約會的祭司說 祂跟祭司說 你們這些祭司 你們台起約會 從宰姓面前過去 於是祭司就台起約會 要在百姓的前面喔 先走 這時候 耶穌華就對約書亞說 哇 剛才 剛才是約書亞對百姓說話 後來約書亞也對祭司說話 現在耶穌華對約書亞說話 耶穌華就對約書亞說 從今天開始 耶穌華要讓約書亞 你在以色列的眾人面前 尊大 讓他們都知道 我耶穌華怎麼跟摩西同在 我現在也要從今天開始 我也要照樣與約書亞同在 哇 約書亞聽了 心裡覺得很受鼓勵喔 因為摩西的街坊人是約書亞 現在耶穌華對約書亞說 今天以色列的眾人看到這些所行的事 就要開始知道耶穌華怎麼跟摩西同在 也要跟約書亞同在了 這時候耶穌華再跟約書亞說 約書亞你要吩咐台約貴的祭司說 你們到了約旦河的水邊邊的時候 就要站住在水裡 欸小朋友 你們有去過一些西邊玩的時候 假設這是西邊的話 這是西邊 那你們的爸爸媽媽帶著你們在這裡 那有的時候這裡面有人在游泳 可是這裡面是暗潮洶湧 有可能非常深 很會游泳的人他喜歡 並就往這個裡面去了 可是這個時候爸爸媽媽跟你站在這個西邊 有可能你在這個邊邊的時候 在這邊撿石頭啊 或者蹲在那裡玩 所以祭司台約貴的時候 先站在這個邊邊 可是腳要站在水裡喔 邊邊的水邊著 耶和華說 就這樣說 那約書亞就對以色列人說 你們過來 來聽耶和華你們的神的話 哇 現在又換成這些以色列的人要來聽喔 他要聽什麼呢 他說 看啦 我們的神 是普天下的神 的約貴 要在我們的前面 過去喔 到了約旦河的裡面 可是這個這麼多的水我們怎麼過去 喔 你們就知道了 那時候你們就知道了 在我們 在這個約旦河的裡面 我們到底要怎麼過去呢 我們就會知道我們當中有一個最大人的 不可以像的永生神在我們中間喔 哇 這時候呢 我們 要來看看 他們 現在只將要過去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喔 這時候 耶和華其實還有分布一件事情 是一件我覺得 要學習的功課 這件要學習的功課呢 就是要記得感謝神 也要記得紀念 他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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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 他說喔 這時候 你們還要從以色列的十二個支派裡面 各選一個人 等到喔 抬土天下的 耶和華的約會的祭司 把腳 站在這個約旦河的水的時候呢 哇 這個約旦河的水 它是從上面流下來的這個水 就會 立起成蕾 立起成蕾的意思就是 這時候這個水 竟然呢 站起來了 像牆壁一樣 然後可以有乾乾的地 腿腫 哇 小朋友說一次 立起成蕾 你們說 立起成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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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哇 他們到了約旦河 這個腳 一踏住這個水 哇 這時候 其實這個約旦河的水 是非常的展翼的喔 展翼就是很洶湧的水 在收割的時候非常的洶湧的水 但是當祭司 它在這個水 它在這個邊邊 踏入這個水裡面的時候 這個斷河的水 竟然立起成蕾喔 而且呢 還有一個地方就是 雅拉巴流向 下流流向沿海的那個水 竟然 全然斷絕了喔 斷掉了喔 哇 這樣子 這時候 乾了耶 沒有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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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 這時候 祭司 還在約會 在乾乾的約旦河站著 那以色列人 看到了 耶和華所行動好偉大的事情 他們就從乾乾的地方 跟著 跟著過去 那祭司 還在這個約會 就在這樣子看著他們 然後他們就過去 哇 等到他們全部全部都過去以後 這時候 他們已經有知道要選了 十二個支牌 各選一個人 要做什麼呢 你們 各有一個人 下去約旦河 然後挑選一塊 取一塊石頭 扛在肩膀上 扛著扛著 扛到一起扛出來 然後 一塊 兩塊 三塊 四塊 五塊 六塊 十一塊 十一塊 這些大石頭 要做什麼的 等到這個約旦河的水 又合起來了 他們都已經過去了 他們跟他們的子孫就可以說 來 阿公阿媽跟你們說 爸爸媽媽告訴你們 這個石頭 就是 我們 被耶和華的神 立起成蕾的約旦河水 還有全門斷絕 斷掉的水 斷掉的水 我們會走過去 這是紀念 這是感謝 要是土天下的人 都知道我們的耶和華是土天下的神 然後讓萬民都知道耶和華的手有大門大力 要讓我們永遠的敬畏耶和華我們的神 今天平安媽媽有帶一個實驗要給小朋友看 我來誰把他轉過來 來看看什麼 是立起成蕾 立起成蕾呢 我用了一條白色的絲巾 想要給他當 獎妝是這個約旦河的水 來用夾子給他夾起來 這這條絲巾好像約旦河的水 在長翼的時候非常的洶湧 水很滿 水很滿 不是水很滿 水很滿 好 哇 這個約旦河的水 長翼很多水很滿 很滿很滿的水這樣子流 這樣子流 這麼多一直流一直流 可是小朋友 在祭司台約會 他們的腳站在這個水邊的時候 他也要踏在這個水裡 的時候 這個水本來是這樣子 往下流的水進來 立起成蕾 變成牆壁 要給他夾起來變牆壁 水進來 水進來變成牆壁了 水在那裡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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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他們就可以趕快過去 快過去 而且呢 什麼叫做全然斷絕呢 雅拉巴流向沿海的水 竟然斷絕 斷絕 沒有了 我來用這個 指章 來當成 約旦河的水 欸 有一個 他要流向 約旦河水的 一個雅拉巴的 雅拉巴流向沿海的水 他也會跟約旦河匯集在一起喔 來看 這個 雅拉巴流向沿海的這個水 什麼叫做全然斷絕呢 他其實 你看 他後來也會跟約旦河合在一起 這個雅拉巴的 油向沿海的這個水呢 下流的水竟然會全然斷絕 這個水一直這樣子流 一直這樣子流 可是 祭司 祭司 另外的人 抬著約會 他們抬到約會 然後他們的腳 套在這個約旦河的邊邊 然後腳在水裡的時候 竟然 這個水就怎麼樣 不只是立起成蕾 而且他還 他還這樣子 全然的從這個 根源那邊在流的地方就斷絕了 就斷絕了 就斷絕了 就裸水來了 沒有水了 水就斷絕了 所以他們可以過去 所以我們的耶和華神真的很奇妙對不對 希望我們都可以去跟人家講說 我們耶和華的神很奇妙喔 我們耶和華的神很奇妙喔 好好地禱告 現在的天父 我們感謝專妹 謝謝你 那我們今天知道 約會 不是只有以色列的人 還有我們的約會 約會是普遍殺人的一個 看見神的大能的一個 要經歸的一件事情紀念的 神你是無所不能的神 你今天讓我們看見 你讓約會的水 立起成蕾 全然斷絕 我們要讚美你 謝謝你讓我們也看見摩西 他雖然沒有用分布的 他擊打蕾石 他不能夠傾斜絕下難力 但是在天堂我們會看見他喔 所以我們既然進入到救恩的門裡面 在天堂裡呢 我們也要注意 服事的時候 不要得罪神 不要犯錯 要衷心地跟隨你 謝謝你 祝我們祷告 今天是基督的聖明 阿門 謝謝主持老師 教授